欢迎收看中视五间新闻 我是李嘉玲 头条焦点要带您持续关心的就是 陆军下市洪仲秋的王死案 上午解剖遗体 有两名法医 包括了军方请来的法务部 法医研究所法医石台平 以及家属要求要参与的 台中地检署荣誉法医高大臣 而进行了解剖以后 结果确定了这洪信下市的死因 是热衰竭致死 没有受到误打 中午两名法医石台平 极高大臣在宇家属和军方 初步讨论之后进入解剖室 结果证明洪信下市死于热衰竭 这个CC也认为 这就是DIC嘛 DIC是什么意思 就是全生性 患血管内拟解不良嘛 就是这个病嘛 那你种植 你拼叛徒 是你自己种植 还是白人害你种植 我是敢说 白人害你种植 因为你不可能自己种植 初步研判 红仲秋中暑死于DIC 也就是迷散型血管内凝血 因为家属质疑 如果是热衰竭致死的红仲秋 脑部水肿 为什么脸部肿胀 除了中暑症状之外 红仲秋的肾脏是否出现胀大 脚踝出现动脉肾血 是否遭人体罚 加上死后 为何会有窒息死亡 会出现的舌头外吐 军方开出的死亡证明指出 红仲秋是中暑 导致多重器官 衰竭死亡 天气热是因素 但家属更要追究 是怎样的人为因素 恶操到人身体 无法附和 最后造成了 迷散型血管内凝血 热衰竭死亡 请不吝点赞 订阅